大家好,我是医中仁医师 自COVID-19的预防射是预防感染 飘遍当前和失望预防的方式 提醒你只要富合目前开放的注射损失 而且经过医生的变故 就能够趕快来注预防射 关于感染的风险 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高龄的时代如果是感染COVID-19 容易申请严重的病化症或失望 为了保护处来的时代 车有合注射损失的时代 冠近来的注意风车 如果是最近身体有状况 如果是万全病症不稳定的人 车在身体状况更稳定后 再安排注意风车 在在注射后7天来 车都观察时代 有注射部位 或是几分区不爽快的欢迎 如果一直有症状 或是没在两天一来 变得开外 就要马上看医生 最后提醒大家 注意风车后 就要继续配合风车的措施 才可以我们立北都在威协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音量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音量华尔街 那这个礼拜五 这个行情大碟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来各位 这个跌 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这一次跌 这个可能会有一段空间的一个修正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跌的原因有点不太一样 之前我跟各位讲 每次跌的时候 我们去判断它的一个原因 如果这原因只是短暂的干扰 那就无伤大雅 那如果说是比较属于跟这个 货币宽松有关的话 那我觉得要谨慎一点 所以 今天这个行情这个样子 各位 接下来慢慢的你的持股要做好一些调整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 你昨天去看 这个 美国联准会 他虽然说今年年底之前不升息 但他做了一个新的动作 什么动作 就是 他 告诉大家说 要把去年 在疫情期间 购买的一些美国的公司债 要把它卖出去 卖出去 虽然他说不会去影响这个交易的价格 但是光看他卖的这个动作 你就要一些警惕 就是说 现阶段 联准会 他不像过去的态度一样 是无限期的这个支持这些企业 代表说这是怎么样 准备要做一个 货币紧缩的第一步 所以 今天跌 不是只有台湾跌而已 全球股市都在跌 那这一波的跌 你说会不会严重到崩盘 我认为也不至于 但是现阶段你必须持股要做好一些调整 主流该留的 你要留 一些非主流的 他可能会因为这一波的震荡 会让你有一些怎么样 资金部位上的一些损害 所以 要把握 下个礼拜的上半周 这段期间 该调整的要调整一下 我觉得会对于后面的一个操作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现在先做这个动作只是告诉你 我准备要开始怎么样 收支金了 但是不至于严重说会让股市崩盘 会让股市崩盘是后面 他正式跟你讲 开始要准备升息的时候那个回档的速度会很快 所以这一波的回 会回到哪里 我跟各位讲 现阶段这边 他在回的过程里面 你说会回到哪个地方 持续锁定住我的节目 你说那你至于说你说这个地方 有没有办法守得住 这个月线也没有办法守得住 我觉得月线 可能很快 就会被吞噬掉 吞噬掉之后呢 先往季线做靠拢 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 往这地方靠拢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一段的一个风险 我希望大家你要控制好 懂我意思吗 那你有控制好之后呢你才有办法说 等他回到相对的一个低档空间的时候呢 你会有多的现金去做下一个阶段的主流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住 我今天也有股票涨停板 但是我觉得我讲这些涨停板的东西 对你来讲帮助不大 我们今天我们在应征一档股票 这家公司 我在近期跟各位秀了这个 他的一个财务报表 有没有我说 这个 去年 一整年赚0.7 今年 第一季赚0.51 我说这一家第2季的获利将超车去年获利一整年 今天这家公司有没有涨停板 来各位你来看 都是我节目上我跟大家预告的 虽然行级有在跌啦 但是呢他还是亮灯涨停板嘛 就是我前面我刚刚所讲的 我说 行情接下来可能会回档 但是呢你把资金摆在对的个股身上 你还是会有涨停板 我今天我这样告诉各位不是代表说我对于后市整个行情会全面看空 因为 我的看法很简单 在连走位还没正式升息之前 热钱还是到处游走 只是说短线这个因素干扰会让指数 利用这一次攻完万八之后呢稍微回比较深一点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要调整好 该调整要调整好 你没有调整好接下来真的等到行情再往上转的时候呢 新主流出现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参与到 你反而是等待你原先在高档套牢的股票等待几套 这样资金的一个效应呢就太差了 懂我意思吗 那你说至于在回档过程里面会不会有些股票先冲上来涨停板 我说我今天就是最好的印证吗 你看我前几天袋子这个里面 这样赤卡我该话没话给你看我说小心接下来喷出就是亮灯掌停板 对不对 我在什么跟你讲的 你去看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现在 网路上都有了一个节目袋子你去找 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跟各位讲 对不对我说我要带各位掌握到是 别人还没有发学到的突变吗 我从财务报表上我也知道这张股票 接下来迟早会喷出吗 有没有 我是在他这天大跌的时候跟你讲啊 这天大跌我送给大家你去查一下 对不对 我在节目上我跟各位讲说你这张股票你要特别注意他有拉回来 低价转机股 有没有今天是不是喷出去 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讲这个没有用嘛为什么因为大部分股票都跌嘛 而且尤其是航运股我知道各位投资朋友 现阶段很多的投资人都有航运 大家都在当水手 对不对 那水手现在怎么办 长龙又拉回来了 长龙打到跌停板 有没有 台华又下来了 杨明也下来了 万海也下来了 都在击杀 那这个结束了没有 这一波 航海王就到此结束了吗 我现在这段期间我从5月就帮各位规划这个行情 我说 整个航运到哪里 大概8月中旬 现阶段你说这个拜登去打压 航运的一个价格 有没有办法完全让他打下来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一阵子中国大陆在打压这个钢架 钢铁股后面 还大涨一波打压的时候的确有被压抑但是后面的一弹上来 所有的钢铁股几乎都创新高 很多钢铁股都喷出去 所以说拜登打有没有用 我说他只能够抑制这个价格 没有办法再往上 很强劲的再继续涨 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航运报价已经在很高了 你只要维持在这个高价 不要让他下来 他也不可能打得下来啦 只能不能再继续涨而已 对不对 他在维持在这价格 包括长龙也好 包括万海也好 其实他们呢 获利 都还是很好的 懂我意思吗所以 就我来看了今天很多股票跌停板 很多股票大跌下来 很多股票大跌下来 有没有 这个反而是缔造 你最后一波 要买航运股的一个绝佳机会 以目前整个产业获利面来看 整个航运的一个 获利还是最好的 像这个 长龙来讲 今年可能会赚超过30块 股价呢 今天是187 对不对 那明年呢 疫情如果顺利结束的话那我讲的航运不用看了但是你现在看到Delta病毒各国是压不下来 所以这疫情可能要搞很久搞到2023年都有可能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在整个 航运的需求还是大增 为什么中国大陆打压这个钢铁价格打压钢市结果呢 很多钢铁块创新高 因为上市场的需求大增 你说拜登下为什么要去抑制这个航运的价格因为现在美国要搞网络这个要搞基建啊 所以铁矿商他要运嘛 对不对 这都是基本的需求 那你说他真的把 航运价格打得下来吗 我的货柜我不是只运到美国而已啊 懂我意思吗 而且你打不见得下来因为现在需求就是如此你现在各国解封了没有 国际街的航班可以互相 互通游了没有 可以出去旅游了没有 都还没看到吗 还有很多的管制在 所以在整个航运的需求上来讲 还是大增我今天我这样跟你讲 对不对你不见得听得下去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看股价吗股价跌 老师你讲什么都没用 对不对 那我跟我讲我手上没有长龙吗我手上没有阳明吗 我手上没有望海吗 那我趁他拉回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布局吗 这是我要表达的就像当初我跟各位讲政德 对不对 你也不会相信政德会长啊 我跟各位讲政德 请你买也不敢买后面的喷一大段有没有 是不是喷了这一大段 四维航 我当初我在这边跟各位讲所有的相关的航运的未来你也不会相信 对不对 阿是不是喷一大段 昨天跟各位讲急喷特工队 这个亮灯涨停板哪一檔股票 我跟各位讲我还是压政德 懂我意思吗 对不对阿今天真的有新高价 今天真的有新高价 是不是再创新高 这一段上来 拉回来这边再送一次 是不是又喷出去了 今天航运跌嘛很多 货归都跌啊所以他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你对于整个未来来讲 这个行业就到7月 9号这一天就结束了吗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过了几天因为他们的这个价格又下来但是呢基本面还是很强的情况之下 只要有一档股票他稍微一点火 那我请问各位这一波会不会又再烧上去 就像当初 我以这个 长龙为例 这段急杀的时候 也是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你要买很多也不敢买 那是不是喷出去了 现在也是一样嘛 这段再回档 再回档你敢不敢买 如果你这段的回档你不敢买下个阶段等他喷出去过高的时候我请大家你千万不要再追 一定有我的用意 所以我说我的做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希望各位你要掌握到的是整个趋势好不好 趋势一定要看对你要让趋势成为你的好朋友 有的时候在这个趋势上股价一定会回档 他不可能每天涨 你就看这个长龙 过去这段期间里面 有没有 他是每天涨也没有你看台华 台华过去这段期间里面有没有每天涨他也没有每天涨 对不对也有跌的时候 整个航运的操作重点不在于你急涨的时候你敢不敢去追 而在于他急跌的时候你敢不敢在他拉回的关键支撑点去做买进的动作 我讲了航运不会那么快结束 我今天不是要安各位的心 是事实产业趋势就是这样子 你想想看如果真的今年长龙可以赚到30块的话 那你觉得 股价还不到200结束了吗 明年有已经有本土法的预估 今年赚三几块明年可以赚27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低于200块以下的长龙 为什么你不敢买 我跟各位讲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你现在你这些股票大跌的时候你不敢买啊你等到大涨的时候你又来追你又追在最高点 我讲错吗 在这个台湾投共过程里面是一样你每次急跌急跌你不敢进场你每次追涨追涨然后呢一跌下你套在最高档 等到真的行情反转上来的时候很多人低档接的人是大赚了 可能已经赚了三成五成了 而你呢还在等待他解套 然后赚个5%赶快跑 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倒过来去想 我相信今天的所有的这个头部节目不会有人跟你讲航运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弱的 周末假日你看到很多的头部节目他一样不会跟你讲航运 为什么 因为这是最弱势的族群大部分还是跟你讲啊你看这股票什么涨停板 各位 股票没有涨停板吗 我没有涨停板但是我一直跟你讲宏奇有用吗重点在说 他大跌的时候你敢不敢买吗 我在跟各位修章字卡的时候他是他大跌的时候 是他这一天大跌的时候 我给你看的 我为什么给你看 大跌就是机会啊 就如同现在的这个整个航运股一样 所以今天各位我不想去讲说 这段期间我的其他电子股赚了多少 我讲这个有用吗各位 锦上天花雨也没有什么用吗 细码掌200还用奖吗 对不对 2486的一拳喷了一大段 短线的价差 加帮没撞到吗 普城没撞到吗但是我今天讲这个没有意义 因为很多投资本你手上还是什么还是航运 对不对 货柜的散装的一大堆有的没的 我跟各位讲我5608的四位行我赚了130几%我还是不卖 为什么 这一波 急涨过后势必会遇到一波很大的修正 修正他就是好的机会 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到最后你会发现 这个资金出来之后还是不知道买什么 这个长龙基本面还是不错 对不对 我卖掉的时候你的这个 预估EPS还是三几块啊 现在价格跌下来的时候呢 相对低档了 只要他跌到160170 有没有啊还是可以赚三几块 这两年可以赚50几块的EPS为什么不敢买 这会有一些资金会突然想到会想通 想通之后资金又进来了又开始 又开始上来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现阶段没有航运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跟我的一个做法是一样的 就说目前这个手上阶段 没有货归三雄 那接下来呢机会来了 那你就要好好把握住 因为再一次上去的时候呢 他又会带动一波新的攻势 这个族群太迷人了 因为很多人在这里赚到大钱 我以我身边的朋友为例子 杨明当初 30块不到 我就请他买 买了200多张 你看他现在赚多少钱 都不卖喔 前一波大跌他说也不卖 为什么他后来自己去做了功课他发现真的很好 我30块以下请他买杨明买了200张到现在呢最高公道234 你用一张 20万来计算的话你看200张赚多少钱 早就赚翻了 现在在家里面 公司叫他不要去上班他也没差 为什么可以吃好几年 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行业 这个产业太迷人了 迷人到就是说 很多的人 在现在 目光还是持续锁定在这个地方 他们在看他急跌 跌到一个点位 会有一大批的资金又冲进来 那一冲进来的时候他可能再 再一段上去 那可能又是一个新的辉煌一页 所以这一波我也坦白跟各位讲我们没有阳明 没有长龙 没有什么 没有万海 因为高档我不可能带人去买 我当初掌握万海的时候20几块 对不对我也坦白跟你讲我卖太早了 杨明我也跟你讲 30块不到就掌握到 那我后来呢 我也卖太早 但是我后来做什么做 做散装嘛散装一样赚钱啊 四位行 也是赚一倍 正德也是大涨 对不对 那这一次整个货柜被打压 货柜的机会来了你要不要跟 我跟各位讲我再讲一次如果你现阶段这波机会你不敢买 等到8月中旬过后那一段的空间你就不要再追了 一定有我的用意 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趁现在 在整个7月中之前这一段的拉回全力跟我布局 8月中之前航运股拉回的这一段的一个操作秘籍 各位我们先锁定这四档股票 长龙 杨明 台华 万海 怎么买 这个阶段的拉回我们可以买哪个地方 各位 你今天扫描QR Code就知道了 好不好 你今天扫描这个QR Code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档股票 他的一个关键价位 我送给大家 你们做一个参考 拉到什么位阶点 可以勇敢布局 然后这一次再上去的时候 到底要该卖在哪个地方我像会这一段的一个 航运的大价差要好好的把他 掌握住 我今天 我大可跟各位讲跟平常一样做节目 对不对你看这张股票细码我们赚多少 这个一圈我们赚多少 下一档我再送你一档新的股票 好来布局 我今天不用了 今天我就把这四档股票公开 直接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看到节目的你现在手上有的投资朋友你更要把电话拨通吗因为今天不会有老师跟你讲长龙怎么样了 今天不会有人跟你讲阳明怎么样 今天不会有老师会跟你讲说台华接下来该怎么看 对不对 台华你说他不好吗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他现在光阳明手上的获利就超过25亿 25亿他股本来多少 才12.7 等于说怎么样 他未来只要把阳明成功在200块都附近全部出掉的话 他至少20块EPS在家本业用那么赚钱 所以今天他你说他未来40块的一个EPS价值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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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得了 如果可以到得了的话呢现在股价 拉回到300块以下 不是很好的机会吗 对不对而且他现在要去参与什么所谓的阳明的宪贞 宪贞的价格一定会更低吗 他要买进去未来阳明再涨他又在赚钱 我今天我跟各位讲在他跌的时候跟你讲这件事情都觉得我在乱想 有一天突然又大涨上来了你会回想啊黄老师你当初讲的是对的可是呢我没有没有上车 我没有听你的 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直接扫描 扫描就对了 你要操作这四篮股票的很简单今天扫描进来长龙这波拉回来 到底要在哪个地方做承接 杨明这波拉回来怎么买 台华怎么买 万海怎么买 买到了之后各位接下怎么看 要卖在哪个地方 我希望大家 可以好好的把握 接下来 准备 要开始进入转折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 这一波 在整个航运股开始再往上的时候呢 你是真的有参与到不要每次看这个 对不对看了看了好久好久这股票 都涨了那么多也不敢买 这一次的机会点 你要好好把握住 手上有的你现在卖不掉的卡住了套牢了 会不会怕当然会怕那你看一下 这个 买进的价位在哪里 又是不是离你很近 如果离你很远你可以先卖一趟嘛 你等到他到这个价格之后你再来买 比较安全嘛 对不对 那你买到之后各位接下来上去怎么卖 想不想知道 都在这个地方 直接扫描 今天扫描进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价差空间我希望各位 人人都可以掌握 好不好直接把手机扫描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爱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影业头部 守护征线 02-11-3366 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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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付直播必须上线 必须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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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團隊 從實戰中克服人性並戰勝 主力 我們不斷地超越自己 也協助您實踐 夢想 相信從頂頁開始 我們希望複製 一個又一個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個成功者 都有一個開始 相信我們的專業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專線 028511-3366 8511-3366 頂頁投顧 分享成功的經驗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那一種滿載而歸的感覺 是令人很興奮 富裕人生 邀請您一同加入 飲料 華爾街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今天這四欄股票都大跌 你找不到你的老師的投資朋友 你來找我 現階段呢 可能這裡他們覺得 這四欄股票是氣因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四欄股票呢 這次拉回來 我們把它當成寶 未來呢 可以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這個機會又來了 你要把握住喔 今年這一波的航運行情 我跟各位講 你要每一次的集碟回來 要好好的掌握住 上一次我跟你說的時候 你不相信 那時候 長榮陽明都六十幾塊 後面就噴出去了嘛 這一次在集殺 一樣沒有人跟你講 我告訴各位 我做同樣的動作 八月中之前 這一段航運股拉回來 怎麼操作 請你掃描 好不好 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 很擔心的 你把手機拿出來掃描 掃描之後按照裡面的步驟去做 然後我會有服務人員通知你 告訴你 長榮我們接下來怎麼做 陽明接下來我們怎麼做 台華接下來我們怎麼做 萬海我們接下來怎麼做 到底拉回哪個地方可以做買進 那上去的要怎麼賣 都在這個QR Code的聯絡管道裡面 透過這個管道 我希望大家 這一次喔 當航運真的回檔 人氣的時候 我們要勇敢取 取完了之後 人家要的時候 我們全部丟給他 好不好 把手機掃描 這一份資料直接送給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訊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第八章 DMC授抗台灣版lass 授抗家園 最艱難的時刻 我們大 advances 我們永遠和你們同在 188